最近,随着美国数字美元白皮书的出现,再次掀起了圈内圈外对数字货币以及稳定币的热烈大讨论,以比特币诞生为基础,所带来的数字经济时代正悄然来临。 为了迎接这一趋势,全社会各行各业正在酝酿更加强烈的深刻变革,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领域首当其冲。 比特币投资平台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Alex Svetke称,比特币不是一场技术革命,而是一场货币革命。 传统上货币革命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显现出来,而在数字时代,比特币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就能实现。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,必然以货币全面而深刻的数字化改革为基础。 因此,我们看到,迫在眉睫的货币改革正进行的如火如茶,以各国央行为代表的法定货币数字化,成为这场改革的关键性指标。 而数字货币的改革除了会重新建立新的金融模式以外,还可能改写现有世界的经济格局。 数字货币趋势已经来临,谁能够率先抓住机遇,实现突破,谁就能占据下一个经济时代的核心。 正是看到了现有经济酝酿的危机和未来经济的新机遇,这才带动了从民间到官方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态度。 而Facebook高调推出Libro,更是点燃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 而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基础,民间力量积极参与,再加上比特币等通政位代表的数字货币为发展基础。 目前,数字货币竞争转移到了以稳定币为基础的竞争上面。 比特币、以太坊等加密数字货币虽然已经得到来自传统领域认可,尤其是传统投资领域青睐,共识正在不断扩大。 只需要时间来巩固其作为公众眼中有效投资选择的重要地位。 但是,实际上加密货币之间竞争更多的是技术的价值竞争, 与货币本身以及数字经济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。 而稳定币才是促进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手段。 无论是央行还是民间企业,以及传统的币圈,正在围绕稳定币这条赛道开启新的战场。 数字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孟严表示, 稳定币大幕才刚刚开启,未来市值一定会超过比特币。 实际上,圈内圈外早就已经围绕稳定币开启了竞争。 以Facebook为代表的传统领域入局,掀起了稳定币竞争的高潮。 不仅给币圈以USDT为代表的稳定币带来了强大冲击, 更是加速了法定数字货币入局的速度, 而且也带动民企入局数字货币的动力。 因此,目前稳定币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多格局的竞争载道。 按照孟严说法,将有四类稳定币的竞争将会上演。 一是合规稳定币,比如DAPAX等, 二是USDT,除了在加密世界流通外, 还用于挥产,三是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, 也包括数字美元、LIB人民币等, 四是用于跨境贸易等场景观督民办的稳定币。 其中,在这四类竞争当中, USDT等加密世界流通的稳定币属于占领了先机, 已经稳定运行了的项目, 其他基本处于正在构建当中的项目。 而币圈稳定币高速发展, 其应用场景不断扩大, 使得USDT成为稳定币竞争中最受关注的项目, 尤其是在稳定币应用场景上的探索和在币圈发挥的能量上面, 成为了其他稳定币借鉴和学习的对象。 由于近两年比特币快速发展, 加上圈内稳定币快速增长, 使得稳定币成为圈内仅次于比特币的最大热点之一。 目前币圈的稳定币最近市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, 仅在过去三个月内稳定币就上涨了70%, 稳定币已经成为市场的重要数字货币。 作为币圈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USDT, 其市值全球排名已经基深第三, 仅次于比特币和以太坊。 根据它的官方数据显示, USDT总市值突破90亿美元, 目前为91.26亿美元。 自三月份以来, USDT市值增长50%, 增加了超过30亿美元。 USDT一家独大, 且有独霸币圈之势, 但实际上, 稳定币之争从来都不局限于圈内这个小范围, 而是早就扩散到了全领域范围。 以Libre为代表的稳定币, 依托于传统互联网的庞大网络系统和用户流量, 将成为最具竞争优势的一股代表。 由于拥有实际诸如微信、支付宝等同样的应用场景, 使得Libre这样的稳定币具备了天生的发展优势, 能够快速占领市场的同时, 还能催生更加庞大的实际市场应用需求。 因此, 对于已经占据先机的USDT来说, Libre将是其最可怕的竞争对手。 USDT通过独角兽模式赢得币圈的发展空间, 在面对庞大网络生态基数Facebook面前, 是不堪一击的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 最近几个月以来USDT疯狂验钞占据市场的行为, 也就容易理解了。 由于稳定币是发展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必需产物, 各国央行也积极布局和加速推进央行数字货币CBDC, 据国际清算银行1月份一项调查显示, 超过80个国家都在研发央行数字货币。 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实际上包括了自身的竞争, 和与其他稳定币之间的竞争。 从自身竞争来说, 央行数字货币意味着对现有货币的深度革命, 它将带来全社会的经济模型发生深刻变化, 从支付到结算, 再到社会生活都将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发生颠覆式改变。 而央行数字货币也将重新改写, 现有基于货币形成的国际经济格局。 可以说, 谁先抢占央行数字货币先机, 谁就有可能占领国际经济格局的高地, 从而打破目前以美元为结算货币, 而建立起来的经济格局, 重新划分世界经济体系。 因此, 我们看到各国都在积极加快布局和推进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, 就是希望在新趋势面前能够占领有效位置。 在与其他稳定币的竞争中, 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, 占据着全社会无限覆盖的无缝应用, 本身就是整个社会推进和经济运行的基础。 因此, 法币的竞争是没有对手的。 但是, 也正是因为法币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货币基本条件和需求, 反而限制了其在细分领域的想象空间, 尤其是在面对不同互联网生态的需求方面。 那么, 从上面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下总结。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稳定币之间竞争和战争, 实际上也并非法定数字货币之间的竞争, 而是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到来, 所必须面临的全面数字化经济的一种必然变革。 央行数字货币虽然占据官方优势, 但是并不能全部解决数字化问题, 必须是全社会领域全面数字化才是真正的数字经济时代。 因此, 稳定币之间的战争总体概括起来, 实际上包括的是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基础, 积分、通证, 以及其他产业数字化之间的全面竞争。 这场竞争中, 最重要的基础是相对于传统金融体系, 所衍生出来关于成本和结算在内支付系统的竞争, 以及细分领域实际市场需求之间的竞争。 面成本、快捷、安全等将成为稳定币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。 Cardan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harles Hoskins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货币创新,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5到10年内, 我们将有一个合法的稳定币, 能够在我们生态系统中获得良好的稳定性。 而且,Charles Hoskins奥还表示, 除非加密货币能够成为当前银行体系的另一种现代体系, 否则它永远不会取代法币。 因此, 稳定币之间竞争并非法定数字货币与 非法定数字货币之间的地位竞争。 法定数字货币地位不会被取代。 这场竞争只是在应用场景和数字化经济改革中的应用竞争。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无接触经济, 在疫情推动下, 将在多国构建出新的交易支付生态。 全球数字资产市场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。 央行数字货币面试 Libre发布白皮书2.0 世界虽停摆, 区块链后浪奔涌而来, 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。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可以, 记得点击右下方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。 你的关注和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 谢谢大家。